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最高法院法官肖仰归 关说儿子肇事逃逸 这一个案件呢传出了惊人的内幕 检方呢一口气的 有秘密询问了四名检察官 和法官 其中法官崔灵奇他就爆料 说肖仰归呢曾经两度 找他关说而且 在找他以前还先找上了 当时的高院院长黄水通 拜托帮忙关说 才因为法官 收惠案黯然下台的前高院院长黄水通 转任工程会委员 没几天又传出 肖仰归也曾早上门关说 整个上午黄水通没现身 据了解他的心情 不太好受 司法界愁闻撼动国内司法官形象 据了解上周北解密讯 高院受命法官高玉顺 两个多小时 高玉顺勇敢揭露长官们的恶行 说审判长高明哲 不断施压与关说 希望判高院法官 肖仰归儿子照逃无罪 甚至还要他撕毁有罪的判决书 16号 检方传讯高院法官崔灵奇 他表示肖仰归两度 拜托他向高玉顺关心进度 现在更爆出惊人内幕 肖仰归还曾找上黄水通 但黄水通并没有找高玉顺谈过 警方认为法官若接受官说 改判被告无罪 连同官说法官都涉及了枉法裁判罪 可从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 将约谈涉嫌官说的肖仰归和高明哲 官收案滚雪球连前院长也被拖下水 让整个司法形象雪上加霜 中文新闻 杜影之高玉顶 台北新闻报道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也做了这个图表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那就看看肖仰归他到底找了多少的人去官说 事实上他不是只有找黄水通 那后来又来找了谁呢 除了我们看一下 最上面的这个是肖仰归 然后再下来的他一共找了这几个人 分别是除了刚刚您在画面当中看到 目前已经转任为工程会委员的黄水通之外 另外还有就是审判长高明哲 以及高院法官崔林奇 那么现在呢 这高明哲跟肖仰归 他们两个人都已经被予以停职了 那么崔林奇还有高明哲 那么后来呢 就有都找上这个高玉顺 而且高明哲呢 甚至还对高玉顺有涉及施压 而在此外呢 就是当时这个 在成败这个案件 还有一位裴席法官就是林周富 林周富呢 他是失忆症 他说他不记得了 还有就是在后来 因为这个兆陶被判无罪呢 那么这个二审的高检检察官受刑委 他为什么没有再去上诉呢 从无罪判决 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可以这样的接受 没有上诉 所以现在他也被调查 好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东昊 东昊我们刚刚看到说 所以原来你看黄水通 其实他那时候 他也被这个肖仰归找上来了 这个会不会越查越多人 而且呢 其实就算被查 我们其实在讲 这个官说就官起门来来说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查出一些什么 能够怎么样吗 好像根据以往的例子来看 好像并不多 因为我们现在所调查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法官 对 他平常在判人家生死 判人家有罪无罪的 法条就滚刮烂的手 这些人如果要犯法 是非常不容易抓他们的证据 是 更何况关说 关说 像主任刚才讲 关说是关起门来说 如果你没有偷偷录音的话 那怎么证明说 我被关说了 或者有人来透过我要关说 我过去 我记得只有一次 是官说被证实存在 那个不能算官说被证实存在 是说施压被证实存在 大概十几年前 台南有个法官 她是那一期的第一名毕业 那个法官姓谢 是一个女孩子 在台南地方法院 有一个判决案 大概也成了政治人物 她的院长对她要关说 要改她的判决 那个时候的裁判说 她要送月的 那这个女法官 当时怎么办呢 因为那是夏天 她穿裙子 她说她拿那种 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少了 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录音机 那种 她那种很小的那种 TAP的录音带 夹在里面 夹在裙子里面去录音 录音下来之后呢 后来这个事情爆发出来 当年的法院 对这个事情赶快息事宁人 赶快把院长调走 然后说没事了 院长已经被下台了 已经调走了 但是这位法官 他是第一名 接讯的非常优秀 后来也没有被重用 我不晓得 现在还留不留在司法界 可是今天你再回来看这个观众 你黄水通也好 崔林奇也好 高明哲 你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 崔林奇现在是重要的证人 因为他证实的有 这个向我归找他这件事情存在 高明哲 一推 就推得干干净净净的 没有 这是他自己的 甚至他有没有讲 他的裁系法官还说 我忘记了 你跟他讲 私议证黄水通 院长有没有被找 他会承认吗 还是他也私议了 那黄水通我们介绍一下 黄水通 未来要被传训的一个法官 就是那个古董 这个杨炳珍 就是召集的 特殊性批号的这位法官 黄水通常常去他家 去欣赏他的古董 欣赏他的铜炉 以这个司法界 这些老一辈的这些 法官的个性来讲 要黄水通讲出说 确实 肖仰归有找我 有来拜托我 我是打很大的问号 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再请这个东豪 再多说一些内幕 我们稍微回来 进一段广告